照片中两人喝着交杯酒 才要开始甜蜜的夫妻生活 现在全变了调 刚领证不到35天 老婆拿着274万元 相当是1370万元台币 说要去办银行存款证明 却一去不回 张苏丹其实是在当天的 18号的当天11点多 就已经出到了出境去了香港 然后下午就去了美国 张欣女子长相甜美身材较好 学生时期还是武汉某大学校花 而李先生是深圳基金公司的CEO 去年11月在饭局上 认识这位美女银行行员 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接着交往 今年5月中结婚宴客 并登记房产在女方名下 当时就提出买一个诚意房 于是乎我就出资50万 在当地买了一个诚意房 之后回来深圳这边 说买一个婚房 然后她每个月基本上大概 两张信用卡总共将近9万块钱 基本上每个月都差不多刷完 大小花费全用南方买单 这回一笔资金和所有证件都被带走 根据警方调查 女子是骗婚集团 靠着放长线调大鱼骗婚敲诈 还有地产和电影圈老板也上当 目前因为人在国外 要追回款项恐怕遥遥无奇 记者陆资宇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资宇绍